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Hustler Casino Live官方中文战的解说员龙凤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8月15号的直播集结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Nitthill翻墙很凶 口袋时做了400 3500刀 三门的K圈先手起的Open已经是盖掉了 盖牌吗 没入池 Cia觉得自己牌还不错 要来看翻牌吗 认真的吗 58双头顺听牌 9来了 这盖牌之后跑马必胜 简直已经快成一个定律了 接着来往下看 液体队的大老板 Liquid Steve拿到了一对Ace 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 四败到了1200刀 Steve后手只剩下了2400 这手白Cia需要小心的是身后的Nitthill 还有美女Saphia Saphia捡了一个晚上 终于是在有位置的情况下用一手脏牌入池了 翻牌 圈五十 Nitthill拿到顶盾 Cia这边是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Steve直接推出Lowin 看看Cia怎么来处理 Saphia的36是肯定要走的 现在就看Cia会不会让Nitthill继续看牌了 两千跟住 毫无疑问 Nitth肯定也是要call的 顶顿大踢脚 这一点点的视频好像有一点点卡 感觉有点掉针 最终Nitth跟了下来 来看转牌 又恢复了 转牌草花7 这张7对于所有人都没有帮助 这个时候Cia再开枪的话 能打掉Nitth吗 一万两千刀的坡 Cia蹭上下注五千 可以的 直接给Nitthill的K圈打掉了 还没有结束 合牌 一张Ace都可以让Cia反超 只是可惜 最终发出来的是圈 Cia把Nitth给打掉了 这手牌可以说Cia挽救了Liquid Steve 不然的话赢的就不是Steve了 这叫什么美旧英雄 Cia说的很对 Cia说如果我在T上过牌 Nitth要要打的话 我这牌是没法跟的 我还不如说先打出来 打得好 接着来往下看 CiaZill A圈三败到了一千 DGF拿着AK又身处 后卫竟然没去做四百 三人持 翻牌 三五五 ABB面 跟三个人没什么关系 不打算进攻吗 CiaZill 翻前的三百白做了 这一个check 基本就说明了 手里是没抄队的 看看他会不会做check risk DGF下注一千两百刀 三脉跟是跟不动的 只有一张二 一张圈肯定也不够用 啥 这是想追 蹿上的一张四吗 蹿上一张七 三脉再过 归在最后的A圈 这手A圈 打得有点怂 我实话实说 flop不打 蹿上开枪 三分之一破的下注 DGF为了问三脉后手的筹码量 flop不打 然后呢 try call 蹿上下注 这是什么牌 虽然搞不懂对手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但我不觉得DGFAK会直接破掉啊 不然的话flop上那一枪可就白打了 跟下来盒牌 一张草花石 牌面还是很干啊 药什么是没什么呀 两个A嗨之间的战斗 嗯 合牌打出3000一个秒括 哇 DGF漂亮 果然flop上的过牌啊 真的是过出事来了 DGF的跟住啊 没有半秒的迟疑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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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我 他叫我 我不知道 我看SIA的表演 她是我的主持人 他问DGF啊 这牌你怎么跟下来的 DGF说 我是看SIA打牌的极紧啊 学的 接着来往下看 翻前似乎没人加注啊 那子K5 K5没有打 三脉23不同色枪口位 直接过牌 这是一个6人吃 翻牌 8 9 10 连张两张红桃 啊 DGF拿到了一条底顺 其他人的话 Steve老板一对10 Big John 双头顺的听牌 DGF打200 Steve顶对 反加到了500 Big John也没走 继续买顺子 买摊上的一张A 转牌那一张10 Steve拿到三条 这手牌有的一番争夺了 这可以正常打价值了 这牌面很难独自一落后啊 2000的坡下注1200DGF秒根 并这样面对两家 顺子继续买了下去 合牌 一张红桃4 这是一个灭火器啊 看到第三张红桃发出来啊 所有人是动也不敢动了 都在担心有人拿着红桃在钓鱼 可以的 DGF 今晚估计是罕见的 要赢钱回家了 晚上回家让太太给开瓶好久啊 家俩猜 接着往下看 CR入池 A5不同色 加注到了300 哟 Sophia 装位36不同色 竟然call了下来 这美女今天晚上打牌 是真够紧的呀 入池率是真的低 最终这是一个五人池 翻牌两张钩 常规的ABB面 CIA可以进攻了 又是一个彩虹面啊 CIA没什么好担心的 只是说谁能跟得动 就要小心一点了 1500的坡 CIA 打出三分之一坡 这手牌Sophia 这是想演一演啊 想演一个手队啊 超队不一定啊 演一个手队 我觉得是OK的 DGF一队二盖掉 液体队老板 两张方块啊 也不追了 转牌 红桃6 Sophia TUN上拿到摊牌价值 而CIA这边似乎不能示弱啊 想打掉对手的手队 那就必须要进攻啊 TUN上直接过牌 过到River 想再打掉对手就很难了 2500的坡 2500的坡 CIA加大了下注额度啊 1600刀 一对六还敢跟吗 跟注其实我觉得不是最好的选择啊 最好的选择应该是 TUN上加注啊 不过对于美女来讲 能跟下来其实已经不错了啊 1000 呃 Sophia要郁闷了呀 不过是张红心 S啊 CIA不一定会打 哎 我只想说 Sophia这手牌啊 运气真的是差了一点啊 CIA不会担心一张勾的 有勾的话 TUN上Sophia肯定就加注了 Check check 哎 长探一口气啊 你怎么总是能中牌啊 确实啊 Sophia TUN上的跟注是很漂亮的 就是合牌不尽如人意啊 来看这一手牌啊 三满 有位置优势啊 用一手圈八做了三百 CIA一对七 扣了下来 Netzkio90也扣了 Sophia这后面好像是改变策略了呀 之前几乎没入过持啊 这开始玩脏牌了 四人持 5730刀的破 翻牌三八勾 Netzkio双头顺挺牌 三满呢 一个中盾 CIA的一对七啊 被盖了两顶帽子呀 所有人都过 三满一对八也过 转牌草花六 Flop上没人打 看起来CIA 对这个底是感兴趣啊 他要看一看啊 会不会有人有勾 如果没勾的话 他说不定自己能偷下来 应该是在这么想 5000的坡 CIA打了 3000刀 这一枪基本来讲啊 足够打掉 Netzkio了 Safia TUN上中一对六 上一手牌 刚吃过亏啊 这不会跟住的 Safia CIA看来啊 会比较像什么啊 肯定不是勾啊 会比较像两张红桃 90红桃啊 甚至是这种花顺双抽啊 这种牌啊 而 而CIA手里有七啊 他锁掉了不少顺子到此 最终CIA是跟了 哇 这就惨了呀 你看CIA在问啊 怎么着 童话听牌是吧 没想到对手竟然是一对八推的OIN啊 这CIA真的是没想到 CIA要好好想一想啊 这手牌问题出在哪啊 可能出就出在 对手太狡猾了呀 Flop上不打 TURN上直接推出OIN 确实是比较唬人 来看这一手牌 SAMMAN A6 先手加注到了200 翻前没有看到三败 最终是一个六人池 Flop上两张六啊 SAMMAN拿到TRIP 而Randy手里呢 一手K花听牌 红心老K下注600 那次要命中一对七 一对七选择跟住啊 SAMMAN当然不急啊 不看到第三张红桃 SAMMAN是不会着急的 DJF一个卡九的顺子听牌 想了想决定还是赌一张转牌 转牌黑刀四 久没有来 DJF应该是要放弃了 Randy的话不会走啊 NATIO的话不好说 SAMMAN Were you the preflop guy NATIO I think it was you man I think it was Wait actually Wis me NATIO NATIO一对七 不是在考虑要下注吧 哎三个对手呢 这枪打的 SAMMAN PLAYED IT SLOW ON THE FLOP and just called 这枪打的 我不是太理解 2000刀的下注 还是挺大的 SAMMAN TRIP 还是在钓鱼啊 Randy也没走 继续买花 合牌 红桃 哇 方块九 我可这 DJF又要后悔了 这手牌如果跟到合牌啊 那乱杀啊 可惜了 没Randy什么事啊 Randy直接过 过牌 盖牌 而NATIO这边 这是想要演什么呢 哇 不对 我感觉NATIO啊 合牌应该还要再打 我现在理解他转牌 为什么下注了啊 他知道自己的一对七啊 不够用啊 他想去演一张六 这不是演到别人手里去了吗 哼 最郁闷的莫过于DJF 跟到合牌 就发财了 接着来看这一手牌 哎呦 这可麻烦了 CIA 可得可以加注到200 CIA拿到一对S做了三败 紧跟着CIA的四败 I mean this in this exact CIA CRAZY做的 CRAZY做五败推出来的话 哎呀 这KK也盖不掉啊 CIA 今天晚上五个小时啊 前四个小时打的都非常的好啊 这是要被两手冤家牌摧毁吗 CRAZY做很坏啊 一直在做double raise 套CIA 行了 现在CIA很清楚啊 自己大概率是 撞上头顶的老大哥了 可是KK又能怎么办呢 只能寄希望一对手是AK啊 直接跟住啊 CIA喊出low in 完了 KK撞AA 经典又残酷的悲剧啊 只发一次牌 看看CIA能不能看到一张K呢 站上的一张十一张勾 都可以帮到CIA 没有 核牌 最终的两张K 哎呀 CIA CIA 竟然是被清空了 可惜了 这也没办法啊 即便你的战术再高明 碰上这种牌 那也是注定是九死一生 要输的 22,580刀的婆 可惜这种 凭着一手牌啊 重新杀了回来啊 把CIA踩在了脚下 接着来往下看 DJF A10不同色 加注到了140 Steve拿到K10啊 300 推了一个double回来啊 小王位 Nate Hill 三六 呃三六 这张桌子呢 拿着三六 如果能赢的话 每个人啊 还是要额外支付100的 现在已经没有固定的二期规则了 感觉每期视频啊 具体哪一种烂牌有彩头啊 都是限定的呀 Nate Hill用三六不同色呢 做了400 Sophia 九沟黑桃 这是最有可能啊 去反击的一手牌了呀 跟下来跟下来 千万要跟下来 不跟下来的话 估计要让Nate Hill要得逞了呀 来了 哎 还是盖掉了 A10肯定是跟不动啊 K10也差了点 就剩下Steve一个人了 所有人最后的关口啊 因为我只看4SGO的比赛啊 我真的不知道Nate Hill现在是否还现役啊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 他到底还在不在打比赛啊 最终 Steve也没扛下来 恭喜Nate 拿到每个人 罗外支付的100块 好 那么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Randy老板在装卫拿到了一对K 加注到了900 Crazy Joe A10 吸取上一手牌的教训啊 A10竟然没入池 DJF80不同色 这牌竟然能跟得动啊 他不知道Randy是否拿着一手36啊 翻牌K Goal 4 两张红桃 Randy这牌要无敌了呀 中赛 而DJF呢 是啥也没有啊 Randy打900 DJF秒扣 真的觉得Randy是一手36吗 哇哦 转牌竟然还是一张K啊 Randy直接拿到炸弹 看DJF怎么来处理 Flop的跟注就是为了turn上这一枪 DJF在尝试着去偷这个底持 打出1500 对手如果真的是36 那只有盖牌一条死路啊 可Randy手里的牌大到你超乎想象 加注就结束了 跟注的话 DJF或许还会再偷 这个为难呀 去演电影都可以了呀 Randy 跟注 合牌 哎呀 DJF拿到摊牌价值 那可以过了 不过面对Randy老板核牌的价值下注 DJF还会去跟吗 别打太小啊 打大一点 Randy 偷鸡的话 尽量要迅速一点 别考虑太久 打得越快的话 越像 我是觉得 核牌 核牌 打出将近一个满池 骗DJF来 抓自己的bluff JACK4 JACK5 今晚DJF的发挥啊 还是不错的 虽然说入持率不低 但是确实打了几手漂亮牌 这手牌DJF最终一个漂亮的盖牌 并没有上Randy的盖 Randy也难得 并没有出风头啊 没有亮出自己的一对K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 这张桌子的战斗呢 就搞一段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BigJohn,LiquidSteve,CIA AllLose LiquidSteve CrazyDrew What a night it has been MagicRandy One of my all-time favorites on the show We'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Have a good one MaxPain Out